大家好,我是陈璐 哇,今年也太难了 因为我也是一位前辈 领导又来突围了 太惨了,没事 但我作为领导 今年非常荣幸 因为在我当上喜剧领导的第二年 就把脱口大会带来了 煽动录制 我希望三年之内 把山东打造成中国脱口秀第一大省 你看领导就是喜欢吹牛 但有些事情我们绝不吹牛 经典超绿牛奶 六克原生高蛋白 超绿黑割剂 带来两倍高营养 你看 你看领导有些话也不吹牛的 但是会打广告 今天终于又录制了 太开心了 因为上海疫情关了两个月 太想你们了 这个疫情刚有苗头的时候 我爸妈还专门从山东去上海照顾我 被我称为最老逆行者 中间有一段时间没有菜嘛 好在我们小区呢 会给60岁以上的老人发菜 我就靠他们发的菜活着 又过上了啃老的生活 家里没有老人的邻居可羡慕我了 说 你哪来那么多老人啊 能不能允我一个 这个 我爸妈憋在家里很无聊了 老人嘛 平时就喜欢到处溜达 憋得我爸都跳上流根红了 我妈就憋在家里织毛衣 想不到他们在大城市 又过上了男跟女之的生活 好好 这是一个年轻梗 这个当然疫情期间呢 我爸妈最担心的不是我 是公司 整天跟我说 你们公司不会倒闭吧 你这才当了几天领导 如果你感觉公司不行了 赶紧找关系把自己调走 我说爸 我们这行业没有调走一说 我能调去哪里啊 德云社吗 而且人家德云社已经有领导了呀 我爸说 哎呀 领导嘛 这东西他又不干事 你这多一个也看不出来 我说爸 我去说相声 你是我爸 你也要做出很大的牺牲哦 以后大家会这么介绍你 这是成路的父亲 王老爷子 其实疫情期间 我们公司还好了 就在礼担的带领下 练习一个本领 就是不用吃饭 靠喝酒就能活着 我们真的组织过几次云和酒 就是对云和酒 可能大家不太了解 就是你们上网课 我们喝网酒 你们逃课 我们也有人逃酒 一道干杯 他又假装网卡 卡住了 而且我们云和酒很正式 用的是专业的会议软件 腾讯会议 这个会议还要提前预约 设置会议密码 这个为什么要设置密码呢 因为有一次有个大哥 冲进来一顿喝 我们都懵了 我们公司也没有这么能喝的大哥呀 大哥说不好意思 走错包厢了 最紧逗的 最紧逗 我也是 挺好玩的 然后疫情期间呢 其实有很多明星 出来给大家唱歌 加油啊 祝福啊 这个脱游演员在疫情期间也太没用了 对吧 当你饿得不行了 我们能干啥 只能给你送去快乐 让你笑着离开 而且也不需要我们制造幽默了 对吧 因为当时很多歌舞表演已经很好笑了 对吧 就是那个 听我说谢谢你 因为有你 温暖了四季 大白听完说 谢谢你 我真的会谢 然后我们最近录节目也特别忙 两个节目叠在一起啊 然后我就突然觉得 好像隔离在家里也挺好的 啥也不干都好 我就感觉隔离有点像婚姻一样 就外面的人想进去 里面的人想出来啊 想不到最近又遇到了微诚的问题 这个 讨厌 对 我最近最大的感悟呢 就是很多事情都是我们个人不能把握的啊 好在复工了 现在我的人生格言就是 听天命 进人事 干好活 笑着走 然后呢 这次来山东录制也特别开心 因为我是山东人嘛 我也紧急教了一些我的同事们 一些山东话 以防万一 比如说什么 你好 谢谢 不能喝了 不能喝了 谢谢大家 我是乘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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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哥 诚哥今天 这个近乡情趣 怎么有点紧张呢 今天的年轻人太厉害了 我感觉年龄有点大了 我今天 我们不是九大淘汰天王吗 对 我就不怕成为首席淘汰天王 你有点压力有点大 所以 哎呀 别再急淘汰 我害怕 可以 三票稳的 我们还是感谢大老师的大局官 因为诚哥这个确实是 没有那么好 不然显得我们 这如果私登晋级了 显得我们公司也 太怕领导了 因为就是 我觉得之前领导那个风采啊 就是今年轻人要是微弱一些 然后所以说 希望我觉得后边越来越勇 就是像这样 我们三个都拍在 包厢那块了 是我们经常干这事 所以呢 就感觉走进了我心里 轩姐喝多了 也有走错包厢的经历吗 会会会 KTV包厢吗 怎么化解呢 就退出来啊 退出来 那我们诚哥三道 进入抢麦环节 考验效果文化 企业文化的时候 到了 让我们来看一下 谁会站起来 好斯文站起来 想不想要给大家看的 想 哈哈哈 五秒 大几十 五 四 三 二 一 请诚哥返选 这个有点难选啊 其实刚才斯文差点站起来 开玩笑了 其实我也刚才在想 要斯文要扭点 就直接站起来了 啊 我不扭 有点难选 因为全是新人 没有旧人 只有新人 太阳光了 开展Q你 太阳光了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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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你 你 思文 考验了 我觉得 思文没有站起来 说明还是有感情的 感觉还是有感情的 有感情还离婚 有感情还离婚 在说什么 大姐 就是有感情才离婚 来吧 诚哥选一个吧 我们尊重规则 只能从站起来的选 好 选津津吧 好 掌声欢迎激进 加油 加油 主持人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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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金金 我来自上海一个著名的地方 晚平南路600号 也就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你们常说的精神病院 我不是逃出来的 我是正式请假出来的 然后 我是那儿的医生 这个是真的 我真的是医生 反正 他们都叫我医生 嗨 我跟你们说这个干嘛 反正我已经出来了 现在咱们年轻人喜欢看脱口秀来解压挺好的 这叫心理自救 那我们的研究也发现呢 喝酒也是年轻人常用的解压方法 但我建议尽量少喝或者别喝 因为酒对神经中枢的伤害很大 情绪调控会出问题 久了就会情感淡漠 澄清一下 我这么说只是基于医学事实 不是为了给李淡离婚找借口 现在还有很多年轻人呢 觉得有心理问题是挺负 会在失眠的夜里戴上耳机 在朋友圈深夜医谋 有的人看不惯 但我觉得这其实是心理健康的一种表现 是关心心理健康嘛 好事 看到这样的人在朋友圈医谋一定要把我们医院的地址推给他好吗 这个是哪一种医谋 朋友圈说了不算 医生说了算 其实现在呢 这个身体会生病 大家也都知道 其实我们的心理啊 会生病 这是很正常的事 我们在上海这个居家隔离期间嘛 那我的朋友就找我倾诉 他说自己一个人在家待久了 就憋出精神病了 我说这个很正常 这其实是我们的一种访谈的话术 就是先正常话嘛 他好说得更多 然后他说 我经常想骂我的狗 我说这个很正常 他说 我们家狗也经常骂我 我说 这个很正常 他说 我怎么觉得你有点不正常 我说 我也隔离很久了 我这样 也很正常 你要么把电话给狗 我跟狗聊两句 现在人有精神疾病 这个很正常 这个生病并不可怕 千万不要藏着掖着 要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经常来看脱口秀 其实是一种主动的 拥抱健康的方法 如果想要精神健康 你要么就买脱口秀的演出票 要么就来我们医院画个号 谢谢大家 我是金金 谢谢金金 我们也请长路回到舞台中央 金金的获得了一灯 我觉得给一个圆满的好 对不对 就特别棒的 就是神经病的 精神病的笑点 会是什么样的 他们应该都很喜欢大老师吧 是的 都大老师的粉丝 那您最开始怎么会 就开始跟 就是在这个行业说脱口秀呢 我这次来的主要目的 还是想就是 呼吁大家多关注精神健康 我其实也不是专业的脱口秀演员 所以你们没有给我拍灯 Fine 我都OK的 祝你们健康 早晚找到看病 我觉得我刚刚听的过程中 我不知道几位的感受 因为我们对一个精神卫生中心的医生 还是 就是您的真的日常生活 还是很好奇的 但是在这段脱口秀里 又没听到太多 还是很多刻板印象的 是是是 因为我们真实的一些东西 涉及到伦理 我觉得也不能把病人的痛苦 拿出来当玩笑开 是 也就是讲一些比较浅一些的东西吧 可能就是让大家开心一点 也是我们和脱口秀演员 共同的这个目标之一 谢谢 谢谢 也谢谢金医生 那么我们就请斯文来帮我恭喜一下成功吧 恭喜成功希望你幸福 恭喜成功积极 太奇怪了 我们是没有人上去的 对 你们掐船已经两个人在这 哈哈哈 一会儿就去玩酒了 你们七个快点 哈哈哈 成哥也是 怎么说了 他选人的那段要比他的稿子好笑 哈哈哈 成哥他作为总编辑 他一直在给我们改 他最后把自己稿子放到最后 然后还能呈现出那个结果 我感觉是当真无愧的 谢谢大家 谢谢聪明 拍这 收睇 收睇 眼镜 有解